各位光明虔诚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邱家军 今天我到华府 来找几个朋友 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 正好下午有空到白宫 这地方给大家做一些节目 讲一讲白宫是怎么回事 这地方我所在的广场是白宫的北广场 也叫拉法叶广场 大家看白宫的北面 正对着镜头的这一个 它的特征就是平面的建筑 不是一个相当于柱形的 南面是柱形的 我们看到以前老的电视屏幕似的 南面呢 实际上紧挨着椭圆形大草坪 也叫大草坪 一般人们到那地方参观的比较多 大家注意到白宫的左上角 就是我那个镜头的左上角 有一个尖尖 那个尖尖就是一支笔 华盛顿纪念碑 原来我们在国会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拍到过 大家看北广场 有人在这地方发表演说 进行抗议 实际上离白宫非常近 如果他的声音響一点的话 我觉得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 在他的办公室里 就能够听得到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北广场 拉法叶广场的整个外面 那么这个镜头正对的是 你可以叫homeless 他们在这地方住 长期的地方住 也没有人驱赶 那么我把镜头转一转 整个北广场 拉法叶广场 大家看 这个环境非常优美 人们在这地方自由的行走 自由的聊天 自由的观赏 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个南广场 没有拍呢 我到南广场去了 南广场今天封闭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今天封闭 还是最近一直封闭呢 我现在没有注意到 南广场做节目 比这地方更漂亮 人民所看到的南广场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那种 椭圆形的外面面 而北广场呢 它是一个柱面 那么 我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 大家看到呢 人们在北广场的外面 在发表演说 人们呢 有人举牌 那么白宫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 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 他呢 跟 爱尔兰的 英国的 英国的一个 设计师 他们呢 提出了一个 这个建设的方案 那么他的选址呢 是这个 在美国 格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的这个西北角 那么如果是我们中国搞这种 这个 所谓的 国家统治权力中心的这个建筑呢 他不会放在西北角 应当至少放在东部 或者是这个 你想故宫他就放在正中央 对不对 南北的这个 交界线的正中央 美国呢 老美没有这回事 那我们镜头当中 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建筑物 大家看看有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还有一个包括地下 一共是五层 那么 最初呢 是华盛顿 给这个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当是这个 英国的一个设计师 他根据了爱尔兰的 一个人的那个房子 大家知道 白宫 我们开英语叫The White House 这个在美国 在英美的语言当中呢 House 就是这个独栋的建筑物 那么如果不是独栋的 就是我们中国讲的联体别墅 或者是这个什么公寓 那都叫Apartment 他不是这个House 对方的声音特别响 我呢 只能用我的声音来压过他 那么 他呢 实际上是用一种白色的石头建的 最初就是用白色的石头 不过呢 直到1800年 这个白宫呢 才落成 美国第一任总统呢 这个乔治华盛顿 他并没有搬到白宫里面去 倒是第二任总统 这个 约翰亚当斯 他呢 首先搬进去了 那么 最初的这个规模呢 没有这么大 当然现在我们看这个规模 也没有多大 我在网上查的一则资料呢 说这个白宫刚建的时候呢 他花的这个美元 大概是23万美元多一点 合成今天的美元呢 大约是240万美元 那么240万 如果按照他的购买力而言 大致呢 和这个240万人民币 在美国购买这个什么物品呢 基本上等值 也就是说 白宫这么一个建筑物 按照购买力而言 他就相当于240万人民币 大家想一想 在240万人民币 在上海能够买什么 如果是在那个市中心 十几万一平米的那个住房 大概只能买半间房子 20多平米 如果在我原来住的那个阳浦区 大概能够买50平米的房子 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数据 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美国的房价 跟中国的房价之差 到底有多大 我刚才提到上海买房 都指的是楼房 如果这种那个独动的house 在上海呢 至少 像这么一个地段 应当是人民币至少是 上几个亿了 对不对 不过呢 我刚才检索的资料 是今天 我们看这个The White House 它的这个市值 也就是240多万美元 按照购买力 相当于240万人民币的购买力 前面这位发表演说的这个先生 这个声音非常大 这个我们看这个白宫的 我们这个镜头左边 实际上就是这个它的东部 那么实际上是这个美国总统接见访民 接见外宾的一些这个建筑物 那么西边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带有团圆形办公室的 就是总统办公的地方 那么因为它的南面 我们中国人一般理解为叫正面 现在已经封闭了 我刚才已经绕过去走了一圈 走了来回差不多 从这地方走过去到回来 差不多有50分钟左右 所以说没办法在南广场做节目 只好在这地方做节目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这个独立的建筑物 并且呢 呃 外面都是那种 大家看一看 我们叫它透明的 对不对 人民在这地方游行喊口号 实际上总统 我估计在里面 差不多能够听到 也能够看到这个 人民的这个抗议声 那么如果往左面 在这个人群比较密集的那个地方 一直往前 我手指指的这个地方 就是美国的那个财政部 那么右面呢 呃 我刚才没有仔细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 对不起这个公卡 没有这个做到家 呃 那么 由于今天那个人比较吵 估计了 我不会做很长的时间 这个节目 啊 呃 美国白宫 大家知道是这个世界自由的这个象征 啊 也就是说 这个自由的精神 呃 都是以这个白宫 当然还有这个国会 为中心的 我觉得呢 如果从这个人民主权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国会 更能够代表这个 人民的自由意志 啊 呃 代表这个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大家都知道 我原来做那个关于国会的一些节目的时候呢 给大家曾经提到过 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呢 他是在国会前面 呢 面对 这个美国公民 就是赞成的 反对的 那么在这个法院 最高法院法官的这个监视下 啊 进行了宣誓就职 并且呢 还有绳制人员在场 好 那么 就算呢 在这个白宫里面 和这个 网场上 呃 有时候呢 还能够看到这个 呃 大白兔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动物 比如说呢 像松鼠 等等都是常见的一些这个动物 啊 那更不用说鸟了 那么 如果我们 呃 仔细旋转后呢 还会看到这个骑警 就是骑马的警察 骑的是马 啊 呃 当然了 今天 啊 因为我这个走得比较累 所以说 呃 已经没有更大的力气去专门的 拿着这个 手举着我的这个 手机 来做这个 呃 看了美国的奇景的节目 那我想呢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呢 到这个 呃 白宫的南部 啊 对着他的这个 我们 我们中国人叫正面 以及呢 还有那个 呃 华盛顿纪念 杯 就是一支笔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节目呢 呃 就会 呃 大家能够进一步 欣赏到 呃 白宫的这个整个面貌 呃 我记得原来这个 09年的时候 在这个白宫南广场 呃 旅游的时候呢 看到 当时有一个那个抗议者 他在南广场 据说已经 抗议了 呃 有30年了 也没有人赶他走啊 他就一天到晚 在白宫 对面呢 这个正面抗议啊 那么今天我们看 在白宫的这个 北广场 也是拉法业广场啊 呃 这个人们呢 不断的聚集 不断的抗议 不断的旅游 这地方 游客算是多的了 因为这南广场呢 进不去 所以说人们都只能够 远远的看白宫 所以说不可能 呃 有这么多人 呃 今天我们这个地方 呃 看的人相对来说 比较多 比较集中 因为这地方有人在抗议 举牌抗议 我们不能想像 呃 这个中共呢 那个中南海 对不对 人民的地方拿着这个高音话筒 举牌在那边抗议 中南海的墙也非常高 也并不是像这样的 那个 由 钢筋 汉字的那个 透明的墙 刚才呢 我看到在这个白宫的上空 有两架 直升机飞过 好像呢 有重要的国事活动 哈 那么就 恰恰在这种重要的国事活动当中呢 人民就更愿意 哦 这地方是那个巴基斯坦 哦 他们的地方呢 那个有关的人事啊 进行抗议 啊 我的声音压不过他 我们听听他的声音 好 今天呢 天有些音 我呢 就暂时坐到这地方 因为我还要坐那个 车回去 那么各位光明千山的网友 啊 非常感谢你这一期呢 收看我在这个 美国 呃 呃 总统府白宫的那个 后面的广场 叫拉法业广场 给大家做到这一期节目 下一次呢 我们有机会呢 到他南广场 也就是那个 椭圆形大草坪 那么 对着那个白宫的那个正面 然后呢 再给大家做一些节目 啊 啊 值得一提 我最后还想插一句 这个白宫呢 从一开始见 他就是白色的石头做的 并不是这个网上所传说的 这个后来英军入侵 把他里面的内部建筑结构烧了 那么烧了之后呢 只是粉刷 他原来的这个建筑材料 就一直是白色的 呃 呃 从开始到今天就一直是这样 那只不过呢 第一任总统那个 呃 华盛顿呢 他没有住进去而已 呃 这个抗议呢 他现在的声音小一点了 我可以再做这个 呃 进一步的一点点 那个解释 啊 那么英军呢 当时把这个白宫建筑物内部呢 呃 它的内部结构烧坏之后呢 那么后来这个白宫重建啊 呃 外面的建筑结构呢 又进一步加固啊 里面呢 当然 呃 又重新建设 后来呢 又经过多次的重建 那么人们发现呢 这种这个 大家看一看 我们镜头正对的这个 柱子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 讲的那种 主要的承重建筑物 啊 它是呢 起这个装饰作用啊 也有人说呢 呃 加了这么这些柱子呢 是为了这个 挡住一些这个窗子啊 啊 我在外面看也没有挡住什么 啊 主要呢 就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讲 啊 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非常漂亮 啊 我今天比较累了 这个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为止啊 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更多的力气声音啊 这个我压不过他的声音啊 好 各位光明千长的网友 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 美国白宫北广场 也就是拉法院广场做的节目 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